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公里之外 艾滋病毒流动检测车正启程向该部落进发 这项行动路途漫长 但却至关重要 这个国家四分之一的人口住在缺乏医疗服务的偏远地区 去到最近的诊所需要乘车四个小时 如果是其它们的主要交通工具驢子 则需要两天时间 19岁的加里亚康规奥姆给听从召唤 来到用帐篷搭乘的临时诊所中接受检测 而且 诸如这样的流动检测车 可能对于在为自己争取医疗服务保障时 时常遭遇特殊阻碍的妇女群体来说 她说其他妇女只是缺乏资金前往 对于加里亚康规来说 流动检测车提供了她第一次接受艾滋病毒检测的机会 但尽管病毒检测和后续治疗正在逐步增长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所需的药物 同时专家们说 由于并不能总是获得医学治疗 妇女群体仍然有着更大的患病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